大江冬军 大江冬军 千古风流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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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曹行刺未成啊 给董卓献了把刀 这多窝囊啊 还想着窝囊不窝囊 赶快走吧 他分身上了马 就给马来两鞭子 那马在柱子上拴着呢 吕布也乐了 怎么 你干嘛你忙的 吕布心想怎么呀 这跟相父子聊会天啊 他就把这马拴着呢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曹曹下马把这惊绳解开 哭不想哭笑不想笑 冲着吕布咧咧嘴 他二次上马 打马扬兵 就跑出来了 刚到这大门这儿 碰上一人 谁呀 董卓的谋士 李如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 老贼董卓的狗头军事 董卓干这些坏事啊 百分之八十 都是他的主谋 他出的主意 这家伙生得争口蜀目 四十来岁 两眼贼溜溜的 一眼就看见曹曹了 哎 哎 蒙德将军 你这是上哪儿啊 曹曹啊 就嘀咕他 嘀咕他什么呀 这家伙 是个小阴扇子啊 总在董卓跟前珊瑚着 这董卓呀 本来就没什么丑脑 是又浑又横 这再加上这么一位 你这这这还好得了啊 他想下马打招呼 来不及了 怎么 他再把我圈回去麻烦了 哦 我奉承强之命 取点东西 大马洋兵啊 李如站在这儿犯和计 犯什么和计 草子怎么的这是 啊 啊 脸色不对 而且 养病悍中往前之场 出什么事啊 我得进去问问 他进来 等他 往这小院书房这儿走着 这功夫啊 吕布 跟董卓 正说这辆子事呢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这董卓呀 还真没多和气什么事 尤其一件这宝刀 他挺高兴了 啊 这刀是真不赖 吕布巍巍一笑 哈哈 相夫 这刀是孟德给您的 啊 他是 先给您的刀啊 还是连刀鞘一块给的呀 嗯 把董卓问你一愣 问这干嘛呀 他先给了我的刀啊 随后又给了我的鞘 不对 董卓一听怎么了 怎么不对啊 您想啊 给东西哪是这么给的呀 哎 他得呀 把这个刀 带着这鞘 哎 成缝在您的面前 然后呢 您呢 可以把这刀 拉出鞘外看一看 这是另外回事 另外今儿个我觉得 这个孟德怎么了这是 怎么 我觉得这神色不对 特别是啊 他看我的时候 那个眼神呢 怎么怎么贼溜溜的 动作一愣 奉献呢 难道说 曹操有什么胆意吗 吕不清清摇摇头 这我倒不敢下这个结论 就是 就是 他有什么胆心 或者说行刺 但是 今儿个我觉得呀 他和往天不一样 哎 谁 东卓点了点头 什么事儿也一样 怎么怕提醒啊 这一提醒就犯琢磨 就在这时候 巴达链笼这么一条 李如打外边进来 董卓见李如是特别高兴啊 为什么呢 不单他是他的贴心的一个谋士 而且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李如啊 感情是董卓的门序 你这么说吧 董卓进朝以来 做的这些坏事儿 百分之八十 都是李如给出的主意 哎 你来得真好 现在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 把方才才跟吕凤先生说的这话 就跟李如说 李如一听 我正是为这个事儿啊 来见丞相 我觉得今天 孟德也有点不对啊 好嘛 仨人研究一人 没毛病也有毛病了 何况 曹孟德真有事儿啊 那 那说明 说明他真是来行刺的 把他给我抓回来 慢着慢着 不用抓 等一等 他不是遛马去了吗 甭管遛他这圈儿大圈儿小 一会儿他能回来 要是回来的话呢 您就不用多想了 说明他心里头 没有什么这个一心在意 要是不回来 他也可能啊 回了他的军营了 可以派人去叫他一声 要是叫他他来了 就说明也没事儿了 不过有一样我最担心 什么呢 曹孟德的家小 不在洛阳 这位单身汉 好嘛 光棍一人 人走加班 哎 这时候叫他 有点担心 那等着再说吧 那咱们先吃饭吧 董卓嘛 呀 下了床了 人家也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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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低,喝 等着 曹孟德的家软都没有回来 一个多时辰了 那之后 多小时了 遛哪儿也该回来啦 去找找吧 派四个军校 去把曹孟德给我叫来 如果他来了 那就一天云雾草了 没什么事 这几个人去的麻利回来也挺快 说曹操根本就没回军营 董卓一听 好啊 黎如让你们给猜对了 好你个曹操 你是来行刺的 把他给我抓回来 砸下天罗地网 甭管下多的功夫多的力量 也得把他逮着 他碎尸万段 黎如笑了 正相不必动怒 怎么 即便您把他逮着 也不能把他碎尸万段 为什么 难道我还留着他 咱得严刑考问 说明曹操 背后还有人 有人给他出谋划策 说不定啊 一个人几个人 嘿嘿 把那相片挂出去 哎 就连夜画 这句好嘛 连夜画 把那连夜画 把那连夜画 把那仨呀 这换马不换人呐 八百里快马 就各周城府县 那董卓一句话 干什么不行啊 哗啦一下 不领性就贴出去了 曹操有特征啊 画也好画呀 曹操真跑了 可不跑了吗 曹操推着马 一边遛马 这边合计 我怎么办呢 啊 在门口那碰上李如了 回到屋子里去 他跟这董卓这么一说 旁边还有一吕布 我就觉得今天吕布啊 看我这眼神都不对 这仨人一块一商量 这事可就漏了 我 我上司徒府 还有什么脸去见王司徒啊 虽然没夸起什么懒战大话 这话可也不小啊 我就杀死国贼 一谢天下 好像董卓老太的命 就在我手里攥着呢 你看王司徒跟我多客气 结果能这么一下子 刀也丢了 行刺也没成功 我见人干嘛呀 回军营 回军营就跑不了了 他非来得我不可 干脆回老家吧 黑国桥县 在什么地方 安徽伯州 哎呀曹操连接大马扬辫 就跑下来 他也不知道跑在哪了 是人困哪罚 实在跑不动啊 歇下吧 这人不吃还能扛一会儿 这马要是不吃 也不溜不印不胃 这怎么能行呢 这我的脚力啊 前面有个镇子 进里达着街 有什么话再说 这镇子还不小 他拉着马过来 这么一看 转身就走啊 说走啊 好听 一溜小跑啊 牵着马跑啊 怎么回事 他可前面围着一大堆人 好吧 那大树上 挂着一个影像 那是他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 曹操受罪了 怎么 好等到天黑以后 瞧瞒瞒瞒的 找了这么一个小店房 他把门叫开了 进来之后 告诉人家 伙计 你好好 把我这马呀 阴影溜溜溜喂喂 你这有什么吃的 给我打点打点 我今天还得赶路呢 我有公事在身 这店家瞅着他一眼 实际说 是有公事 这位够着急的 怎么浑身捅满脸泥呀 满脸泥怎么回事 跑着一头汗哪 这是好人风在土 这能好得了吗 这形象 嫂子坐下 这饭上来 饿了吃糠 甜肉蜜呀 刚划了两口 外边大喊一声 前前来门都开门 插电了 插电了 感觉那年头 也有插电那年头 刚早的时候 商阳变法 商阳出的主意吗 应该怎么地怎么地 这店房严加管理 最后把他自己管理了 哪他都住不下 瞅瞅 把机灵打了个冷战 这插电 怎么这事传让我改成 呼 呼啦一声子 院子里灯火通明 又在外边进来 二十几个小校 还有穿便衣的 这怎么回事 外边站着 把这渡店个人全叫出来 曹子也好 在门前站着 这人就过来 感情他不问 性子名水 从哪来 带不带身份证 不问这个 那年头大概也没有身份证 反正就得看模样 他挨个看 等我这么点 这个这个 这甭看了 这女的 三转两转 转到曹子跟前来 曹子一看 坏了 怎么 怎么 带对相片的 真要麻烦了 这怎么办 他还叫着自己的名字 沉住气 怎么 这一紧张 无私有必 对对对 回名老爷 这位是刚来的 这个他有公事在身 我正在给他喂马他 他打打肩就走啊 没问题这个 把这肩就走那儿去 刚过来刚过来刚过来 哎 曹子一想坏了 嗯 嗯 嗯 哎 哎 哥几个 瞧你们呀 哎 咱这天算查队了 我让把让 把让 拉一下 几个武士过来 早早一看 哎 你们这算合议 什么合议 少废话 哎 哎 哎 你为什么 困我 我这 你少废话 别嚷嚷了 嘿 还有什么说的 哎 你自己不认识 你这模样 好啊 我们老爷说了 要能逮着你 就重赏千斤 知道吗 一千两金子 搁几个 齐个咱们 该买房子 该聚地的 回去自己研究 听见没有 哎 咱们是人头份 有一个算一个 彭废话 走走走 见老爷 哎呦 饭也没吃啊 把枣子连推带藏 给压到县里来了 哎 有人赶快跑上去 给回了一声 启平老爷 县官正在那看书呢 听到这般时候了 吵吵嚷嚷的 干什么呀 回禀您 要抓着那人哪 抓住了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 嗯 县官一样 谁抓住了 哎呦 老爷 您忘了 送来多少张影像 县城都贴满了 贴不下后来 就往各镇子去撒 他 他还往上走嘛 往前来嘛 其余 此理 出去 哎 真的老爷 教教在院子里呢 呼的一下 这先给我站起来了 真的 那这 那不这 压进来 不声唐了 我先看看他 好 压进来 曹操哼了一声 这时候应该唱了一句 怎么 怒冲冲 我且把滴水沿过呀 他大踏步的 进了书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